HELLO 大家晚安 我端是不是太亮了 大家晚安 週五晚上好 娜娜妳好 楊航晚安 博文晚安 可達亞晚安 楊潔晚安 雙王晚安 阿哈晚安 謝謝流浪到屏東的LOVE 有沒有知道今天 今天的音樂很讚 有週五夜的感覺 有沒有 還特別挑了一個 Japanese Pops Jays and 什麼 就是咖啡廳會放的那種歌 有沒有很 週五晚 今天說出來 哈囉阿哈妳好 晚安 我想說 週五晚可以放點這種音樂 哈囉 爵士樂 對應該是 爵士樂 爵士樂 他要惹妳好 我想說今天很咖啡廳 而且我還準備了 雖然我剛剛吃過晚餐 但是我還準備了一個 貝果 還有一杯牛奶 我今天有沒有很脆喔 這很像一個早餐的搭配 我想說等一下 他餓了可以吃 老闆藍莓條 酒 可以嗎 平寒 平寒的直播台 不可以有酒 之後 大家結束後 再去喝 有塗東西嗎 沒有耶 它是藍莓貝果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件 我今天很開心的事情 哈囉 大家晚安 今天有沒有很脆喔 這個音樂配 這個貝果 配這杯牛奶 Frontender 點杯400次咖啡 好 給妳點 我去查一下怎麼做 很有高級餐廳的氛圍 其實我在新家這邊 室友姐姐 早上都會放這種音樂 就是 週末的時候 早上吃早餐 都會放這種音樂 謝謝阿華送我咖啡豆 謝謝阿華喔 而且我今天主題還特別選了什麼 愛咖啡愛生活 為了搭配這個音樂 哈囉鋼鐵韓粉妳好 謝謝阿華送我咖啡師 雨露直說緊一分修正妳好 謝謝鋼鐵韓粉的咖啡豆 達老哥妳好 是有姐姐在咖啡廳工作嗎 沒有 只是感覺吃早餐的時候很適合這個音樂 今天禮物有咖啡人員也太高 是因為我選了那個活動嗎 我選了愛咖啡愛生活 謝謝鋼鐵韓粉的醫用口罩 哈囉大家晚安 今天和大家過得開心嗎 我今天很開心阿 今天有趕上平台直播 相遇妳好 哈囉相遇 謝謝鋼韓送我咖啡豆 不要一直說咖好 我今天很開心阿 因為阿 平安又喜歡喝咖啡 其實我蠻喜歡喝咖啡的 但是我發現我喝咖啡好像會有一點點不舒服 不是有些人喝咖啡會不舒服阿 就是會不舒服的那個 就是 我很喜歡咖啡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我喝完會有點心際嗎 有點心際 就是會覺得很難呼吸 然後有點手麻之類的 心際嗎 可能有一點 就是不能喝太濃或是太多咖啡 一兩口可以 但是如果整杯的話很容易不舒服 我已經試過好幾次都會這樣子 可是我超喜歡咖啡的味道 我上次喝了那個 跟面面去吃下午茶那一次 我點了焦糖馬奇朵 然後我喝完就覺得有點心際 但是我超喜歡那個味道的 我也很喜歡拿鐵 不我兩個都沒喝咖啡了 心際我也會 我喝咖啡會想睡覺 我應該不適合喝咖啡 但是我很喜歡咖啡味 好難過喔 對耶今天施雅生日 大家有祝她生日快樂嗎 我們一起幫施雅唱生日快樂歌 子孫你好 用打針喝咖啡 來幫施雅唱生日快樂歌 預備 謝謝金佑的咖啡師 開始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祝我們的 對著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施雅25歲了 來喔 大人大人 我最喜歡成熟的人類 你們知道這件事嗎 我喜歡成熟的人類 我都沒有說過 我喜歡成熟的人類 對 副作長生日快樂 希望25歲的這一年她也可以開心 這樣我們認識5年了耶 對啊 我認識施雅的時候 才20 她才20歲 我才15歲 時間過好快喔 天啊她當年才20歲耶 在那邊自我介紹的時候說著 Hatachi的陳詩雅還有陳詩緣 時間過真快 她那時候才20歲耶 她們都會說Hatachi 請定義成熟人類 就是想法思想很成熟不會很幼稚 就是思考事情的想法 像我有時候就會一直很陷入某個低潮或是什麼裡面 我就會很需要一個成熟的人類來幫我講解一下 幫我開導一下 所謂成熟的人類就是她的思想她的行為很成熟 謝謝傅偉的告白氣球 謝謝傅偉 謝謝鋼鐵韓粉的醫用口罩 平凡20歲 對 平凡20歲 我終於考完期中考了 今天最後一考 看不出來 鏡頭拉近一點 可是我今天用桌子耶 它卡在這個沙發這邊 沒辦法再拉近了 已經是極限了 影院要出七七大社工嗎 思想圓融算嗎 算啊 今天開心的是 除了期中考考完還有另一件事 所以我跟你們說我今天考英文的時候大部分都會 但是我就是唯一沒唸到一篇文章 因為不知道老是要考那篇文章 我就沒有看到 然後我就 文章內容大概看得懂在說什麼 但是有幾個單字不懂 所以我就不知道怎麼填 我猜我可能英文這次會考 75分之類的 75分吧 她那天在講那個 美國的黑色星期五的一個文章 在講黑色星期五啊 然後他們會去購物啊 有一些 就是打折的東西 購物之類的 75分在班上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是不是跟別的系並班 因為我們班人太熟了 感覺別的系很快念書 所以我不知道 那個文章很常靠 但是那個文章就佔了30分耶 如果我有幾題填對的話 因為我前面都蠻有把握的 所以至少會70分 前面的填控啊 聽你什麼 我很有把握 應該是不會錯 所以應該有70分 然後那個填控 那個文章填控佔30分 所以應該是70幾吧 我在想 哈囉楊熊你好 對啊一個文章30分是不是很多 前面都會 然後那個文章佔30分 就覺得 好痛喔 就是幾個單字看不懂 都沒有辦法填 而且我還有在判斷那個 就是因為 就是當你看到不懂的單字的時候 你就先去猜它的詞性 因為不是通常LY是副詞結尾嗎 然後什麼 有一些是名詞結尾 就是大部分名詞結尾會有這樣子的字 或是副詞形容詞 然後就是不懂這個單字是什麼意思 我就去猜它到底是形容詞還是什麼詞 然後就填在比較像的位置裡 感覺這樣命中率比較高 謝謝阿華的櫻花語 謝謝阿華 好 ED也大多是形容詞 平常有考過音檢嗎 我小學的時候有考過 兒童 沒語音檢 長大後沒有考過 但考完了 耶 鼓掌 太棒 終於考了兩個禮拜終於考完 術科跟學科 我想喝個牛奶也可以嗎 好啊 跟大家說我剛剛 我為什麼很開心了 謝謝楊潔送我掌聲鼓勵 謝謝楊潔 我跟你們說為什麼我很開心 因為我剛剛跟室友姐姐去逛了Costco 這是我長大後第一次逛Costco 我超開心的 我進去很興奮 出來也很開心 我長大後第一次去逛Costco 因為它剛好有卡 然後我們家沒有卡 所以我記得小時候去過 但是完全沒有印象的那種 然後就是我有印象以來 第一次進去Costco 好大喔裡面 超級大 我覺得很厲害耶 就是通常 平常去的賣場 可能家樂福啊 什麼之類的就是 一樣是大賣場 但是沒有這麼巨大 但是Costco裡面完全是 就是它改的貨物 都是用貨櫃裝來的 然後什麼東西都超大份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 用盒裝的什麼 盒裝的那個 那個 就是超級大盒的賣片 然後所有東西都超級大 你有找到 有我們買了很多食物回來 超開心的 還有這個貝果 這很好吃耶 是藍莓口味的 在Costco買的 但是因為 我們只有兩個人 我發現Costco不太適合 兩人生活 因為它所有東西都太大 就是看到那個想吃 看到這個也想吃 但是因為太大費 你知道嗎 它一盒可頌裡面 一盒有12個 但是它的造棋日子到兩天後 根本吃不完 所以就想吃不得買很難過 太大份了 都超級大 芋頭口味 好像是原味 這牛奶也很好喝耶 它兩個牛奶 它還不賣單瓶的 它是那種超大瓶的 然後它是兩瓶一起賣 259 它就是一定要買兩瓶大瓶 超巨雜 好喝 牛肉嘴唇嗎 你們有推薦什麼一定要買嗎 這是我第一次去Costco 我還買了卡拉姆酒的洋魚片 這麼大包 超級大包 紅包裝那個吧 哪一個 我發現有字變好大喔 收起聊天去 Costco 買了代翅公司分 也是耶 我發現那邊很多進口的食物 我知道為什麼他們要做東西做的那麼大 因為就是美式賣場 他們美國可能土地太大了 然後距離哪裡都很遠 他們買東西很不方便 所以他們一出去買 就要買很大的份量 可以吃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所以他們東西都很大一份 因為他們的距離實在是太遠了 是不是今天因為這樣 所以他們東西都很大份 可以來吃一個 貝果 包跟一包烤雞腿 但是我覺得它裡面很多東西 是平常有些賣場看不太到的 進口貨 就還蠻稀奇的 嗯 台灣買東西 因為台灣土地沒那麼大啊 走兩步就有一個成家 或是一個便利商店 嗯 很好吃耶 可以到我明後天早餐 什麼進口貨 好像是很多啊 那個 喔我這次還買了薯餅耶 我想說要做早餐 我要來煎薯餅 這是Lokamui 對這應該也可以烤一下 烤不應該會也會很好吃 它有很多進口貨 像是什麼 零食啊 麥片啊 很多是 平常在可能加樂福看不到的 嗯 嗯 很好吃耶 烤烤你薯餅的英文 薯餅的英文喔 馬鈴薯 Potato 一片怎麼樣 不知道耶 薯餅的英文是什麼 Costco Gel品牌比較便宜 真的嗎 藍莓草莓千層蛋糕 有我剛剛看到 有人的購物車裡面有草莓千層蛋糕 超想買的 但是太大份了吃不 加多了什麼 Hash Brons 為什麼跟馬鈴薯完全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好特別喔 謝謝Kamuin的咖啡豆 欸這很好吃耶 這怎麼那麼好吃 雖然我剛剛吃飽 我剛剛吃了Costco買的壽司 超大一盒 真的好吃耶 現在很像早上在開直播耶 我現在吃的東西都超級早餐了 第一次知道薯餅真的英文超意外 就像跟Potato一點關係都沒有 烤麵酥大罐能吃掉半個 早安很像早上對不對 這個音樂這個食物 好酷 還買了薯餅 我上賣薯餅超久 我真的很想煎煎看當早餐 因為我目前在這邊住的時候 大部分早餐都是烤吐司 但是有點吃膩喔 所以我想說買個薯餅可以煎薯餅 然後再煎一顆蛋之類 有帶番茄醬沒回來嗎 沒有我不喜歡番茄醬 我不喜歡薯餅但番茄醬 所以我沒有買番茄醬 新加有氣炸鍋 沒有耶 只有平底鍋 氛圍很像在咖啡廳 謝謝Tony的香蕉 但是薯餅要怎麼煎 薯餅如果不用炸的話 我該怎麼煎 大家知道怎麼煎薯餅嗎 可以教我一下嗎 我明天想做薯餅 謝謝Tony的鳳梨 薯餅 氣炸鍋加到那些造物很方便 但是我們家沒有氣炸鍋 只有平底鍋 我是要油倒少一點還是多一點 咖啡店風味 油不用太多 倒一點點油然後放薯餅下去 對耶可以加起司 我上禮拜有買起司 可以加在薯餅上 感覺很好吃 再加一顆蛋就可以會薄了吧 油少一點 好反正就是一般煮菜的油量就可以了 有辦法煎東西的那種油量 然後煎薯餅 薯餅沒有什麼難的 就放下去煎一煎再翻面就好 好 謝謝大家 一定要熱鍋 先把油熱了是不是 把油倒下去 油先熱了再放薯餅下去 但是薯餅它是冰在冷凍庫 是不是要煎之前要先拿到冷藏退冰 米炒菜的油量少 好 它現在熱鍋 所以就是先把薯餅拿到冷藏退冰 然後倒油下去 不用退冰嗎 薯餅不用退冰喔 是肉才要是不是 因為我之前在冷凍庫的肉都會先退冰再煎 不用退 不用退 好謝謝 所以我就是 鍋子油熱了 然後薯餅從冷凍庫拿出來直接放下去就可以煎了 感謝大家 那我可以化完妝再去弄 弄弄然後帶出門吃 退冰就是薯泥了 謝謝大家 好像沒有很難耶 我可以做得到的早餐 而且它薯餅也是超大一份 有這麼大一條吧 這麼大一條 然後好幾十 十幾片應該有 應該有十幾片 這麼大一條 我可以吃三天了 三天早餐都有薯餅可以吃 它的東西真的都太大份了 而且它的雞蛋居然是 30個一樁 不要化完妝弄會有油鹽味 但是我是不先化妝 我來不及啊 對現在在台北的家 你們知道嗎 第一次看到蛋是30個一樁耶 它盒子是正方形 我們一般不是最多 可能6然後12嘛 12就是兩排然後長的這樣 它竟然是30顆一樁 它的盒子是正方形的 然後1515 就像是兩盒小的病在一起那樣 它30盒一樁 不覺得很厲害 然後它的養樂多也是正方形的 平常不就是這樣一排嗎 它是正方形的一面 超級大 超商也是10顆的樁 它是30顆一樁 超厲害 我想說怎麼辦它們吃不完 但我想說跟室友一起分 應該就很好 那我覺得Costco比較適合 就是大家庭 或者是要做生意開Party的人吃 比較划算的感覺 不然都吃不完 要加起司啊 吃好喔 這真的好吃耶 因為我平常吃的 有些Baggol會很硬很乾 但這不會啊 這感覺烤一下也很讚 裡面可能可以切開 再加一些起司跟菜 最近找一次直播來挑戰 是不是來吃咖啡啊 好我之後來挑戰看看 請大家期待 這是便利商店 不是 這是Costco 很好吃耶 還買了一些水果跟菜 跟麵條回來 想說可以煮 做午餐或晚餐 我自從來這邊之後 開始會想自己做菜 切切變成新鮮檸檬的咖啡豆 因為平常大家從來不會下廚 但是來這邊之後 因為附近也沒什麼好吃的 也就是 食物沒有那麼多 就也沒有很方便 所以就是 開始會喜歡自己做吃的 在家廚房有媽媽保護不讓平常下廚嗎 沒有是我在家下廚也很奇怪吧 我媽想說 你要下廚嗎 你從來沒煮過飯的人 那麵妳好 自己做比較省錢嗎 蛤 自己做也要有錢什麼的 但是買菜確實蠻便宜的 外面可能一份燙青菜就要40 但是一包菜也40而已 感覺自己煮比較滑翔 嗯 媽媽會胖 謝謝阿貴老公的咖啡豆 400次咖啡酒 用咖啡粉熱的水糖 和水水和牛奶好喔 他那個咖啡是攪400次嗎 攪400次 可以請到哥哥如何炸廚房 他今天生日也不要這樣deast他 攪400次 400次很多欸 攪拌要像奶蓋一樣 我吃東西會不會很像花莉薯 戴眼鏡很像花莉薯 你們看現在是限時動態嗎 花莉薯 但特上很有趣欸 品痕近是幾度 100跟175 一隻有名的賺 我今天上課的時候一直在玩那個特效 真的太有趣了 差點認不出誰 沒有啦 我上課是沒訪課的時候 我做完了我的東西 就自由活動了 所以我就是 我已經做完我該做的了 我有完成我的作業 哈利鼠每個都有點像雨林 應該是因為眼睛大大戴眼鏡吧 好 品牌是什麼科系 我是那個美容系 黑小阿華的果汁 哈囉思思芳思倫你好 我發現直播會讓人一直吃東西耶 就是一邊聊一邊吃一邊聊一邊吃 但也沒有餓 但就是會一邊一直吃一直吃 我明明剛剛才吃完晚餐 就是直播前才吃完晚餐而已 謝謝富瑋送我香蕉 不是香蕉 是鳳梨跟草莓耶 謝謝富瑋 我真的是剛剛直播前才吃完晚餐 為什麼我現在又一直在吃 明明又沒有餓 但就是會一直吃 你看電影的概念 這樣也不錯啦 可以增加一些肉肉 長肉長肉 謝謝金佑送我超傻眼嗎 對阿提醒大家今天有沒有去投票啦 投票食物俠 每天都要投票囉 你們有去投票了嗎 一週才能兩次 投肉謝謝大家 又餓了只好清片還吃水果 我等一下就是直播完吃完之後 我等一下洗完澡還會再次吃水果 我還買了番茄耶 我覺得我肯定睡起來還會再吃個番茄 頭好頭滿囉 謝謝楊姐 謝謝大家幫我投票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有了你就有了吧 謝謝 謝謝大家幫我投票 直到這個星期日 先幫我投票囉 還有你們有看到這個扇子了嗎 我來業配一下品牌扇扇 這很可愛嗎 這顏色 就是我喜歡的那個黃色啊 我覺得這顏色很可愛耶 黃色 超喜歡這個格子 格格的顏色 很可愛耶 是我們的個人公視照 扇扇 盡力投了 謝謝金友 下次你介紹那個巧克力 有買來吃好甜 你說 麥提莎嗎 那超好吃的耶 我超喜歡 充電 充電印最少要3萬 謝謝大家幫我投票 不覺得很可愛嗎 大家可以上官網看看喔 品寒的 個人應援扇扇 就是手機過熱的時候可以扇一扇 夏天很熱的時候可以扇一扇 然後看演唱會 在看mini concert來活動的時候可以 舉著它 我就會特別關注你喔 這配色真的蠻好看的 扇子買了不過還沒出貨 這配色蠻好看的啦 我個人蠻喜歡的 很像是我會 設用手機螢幕程式的那個 保護的那個 那種 感覺可以成為我螢幕保護程式的那種 背景圖的顏色 格溫也不錯 對啊 這次很漂亮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每個人都有 還拿夏日祭典的會注意嗎 會啦 謝謝櫻桃貓的咖啡豆 謝謝櫻桃貓 為什麼會在戶外刪一下 刪一下啊 好啊 牛奶很好喝耶 快喝完 很好喝耶 樓上很有自信 應該把一整瓶牛奶帶進來 你現在有在減肥嗎 沒有耶 我最近想要增強自己的肌肉嗎 我想去練一下肌肉 還有我的背肌 因為我上次 起中考的時候 我給就是要護畫別人 然後要穿婚紗 然後護畫別人 就是要畫新娘妝這樣 然後 就是我套了學校的婚紗 就是學校戒的婚紗 可能學長也做了吧 所以就是有點長 有點大件 然後老師在幫我們看的時候 他就說你的 糖水你的脊椎很歪喔 他說就是我的脊椎很歪 因為要幫我們調整衣服 他就是看到我脊椎很歪 他說你就是 因為我可能之前很長駝背 現在也是有點長啊 就是會不自覺的駝背 而且我肩膀好像一高一低 可能小時候 就是書包背太重 或是側背書包背太重 然後都背同一邊 所以我好像 這邊肩膀就是會比較低這樣 從後面看起來 就是脊椎很歪 然後那個老師就說 你要去穿那個 鐵衣矯正 然後就是從那一刻開始 就是 就是 意識到 原來我的 呃...怎麼講 姿態很不端正嗎 就是身體很歪 所以我現在都會盡量作證 然後 看鏡子 的自己 是不是 就是暫自有好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有駝背太久了 那麼嚴重 對 我覺得我身體可能真的蠻歪的 上次有太口罩嗎 有 就是我覺得我駝背太久了 所以可能 可能因為駝背太久了 我覺得我背的肌肉 沒什麼力量 因為都是 那邊肌肉都沒用到嘛 就是一直這樣駝背 所以都沒有用到 就是那邊肌肉很弱很弱很弱 就是沒什麼用到 沒有肌肉 然後也 有點無力嗎 所以我有點想要 就是去一下健身 可以練一下 後面的背啊 腰 而且我覺得我腰有點硬 然後最近跳舞 我覺得他的 筋就是 嗯 拉筋嗎 拉到背啊 腰也蠻重要 我覺得這兩個方面比較硬 有時候跳舞的時候 會很卡在一個地方的感覺 最近有點意識到這件事 因為最近我跳舞 自從上次mini concert後 我就覺得 好像自己卡在一個 不上不下的地方 就是看自己跳舞 好像卡在一個 上不去的境界 然後這次就想說 再下次的 如果mini concert 想要更 就是舞蹈看起來更好一點 然後就是 練習的時候 最近練習的時候 就是更仔細看自己到底 跳的哪邊 比較不一樣嗎 跟別人 然後我覺得 可能因為我本身長的 比較瘦小 跳舞就是看起來 比較沒有那麼有存在感嗎 可能因為我跳很大了 但是因為長得太瘦小 譬如說嘉莉 他比較高嘛 對 搞得他可能跳這樣的力氣 之後 超過我跳很大力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要練習一下 肌肉嘛 練一下肌肉 就是讓身體看起來 比較有力氣一點 然後也比較有出力的感覺 我覺得你可能從剛剛 帶到粉絲濾鏡 因為我自己看影片 會覺得我明明已經跳很大力 但是看起來還是沒有這麼大力的感覺 就是看起來沒有這麼有力量 所以我覺得我好像可以去稍微健身一下 就是體力比較好啊 儀態也比較好看啊 然後也比較不會這麼柔柔弱弱的 我覺得那個腹肌嘛 腹部這邊的力量也蠻重要 跳舞好像蠻需要核心這塊 是核心嗎 對 核心這塊 我覺得跳舞很需要核心 就是很多動作是要Hold在那邊 然後這邊要處理 腿要用力 屁股用力 手用力 才會看起來是標準的姿勢 就是不會軟軟的 然後手該直的要伸直 我覺得核心很重要耶 跳舞好像蠻需要用到這邊的力氣 整個身體才會是端正好看的 所以我想要去稍微練一下 沒有時候練到非常厲害 就是讓自己不要像現在一樣這麼弱小的感覺 不要這麼瘦弱 瘦或矮沒關係 但不要這麼瘦弱的感覺 要多吃一點然後練一下 仰落起座之類 不少粉絲也認為你很顯眼真的嗎 但是呢 是覺得就是可以再更往上一點嗎 因為我上一次迷你操作就是有點低落 自己好像覺得自己好像 因為上次是三組迷你操作 然後就有看各自彩排 我就覺得自己好像卡在一個上不去的地方 所以想要更好一點 加油 謝謝卓夾哲 謝謝阿聖送我咖啡豆 麻甲現在可能要再等我一下 但是我最近很 比較 注意自己的 坐姿站之一 怎麼辦 我肩膀好像真的歪歪的 因為好幾個人都這麼說 是不是真的駝背太久 而且我發現駝背太久 就是這邊會很不自然不放鬆 就是我想要挺直挺直 這邊是直的 但是這邊就是還是會 有點往前嗎 這兩塊 還是人類的這兩塊本來就有點往前 我就不知道 因為有時候洗澡的時候 整體基礎極力提升到是蠻重要的 沒錯 因為我每次洗澡的時候看自己 肩膀這兩個這邊的肌肉 就是這兩個骨頭 感覺有點往內縮這樣子 是不是因為我太常駝背就是 這兩塊會這樣內縮 還是人類的這兩塊本來就是這樣 因為我就算挺直 我還是覺得這兩塊有點這樣 我應該要把它矯正回來嗎 它原本應該是這樣是平的嗎 還是大家的這邊也是有點往內的 這兩個骨頭 有沒有聽懂的說什麼嗎 有點圓真 你們看一下 是我肌肉太緊嗎 我也覺得我這邊很緊 是不是駝背太久 然後想要挺直 但是這邊又很不自然 就是會有點卡卡 然後有點僵硬的感覺 不知道 我覺得駝背太久 這邊都有點萎縮嗎 肌肉有點 都很久沒用的感覺 所以有點沒力 肩膀太硬 而且就是之前拉筋 就是會有腳開 然後要挺背的動作 但是我都發現我挺不太起來 就是我很用力 我還是沒有辦法把我的背挺直 就是我的背很沒有力 背很硬 背跟腰很硬 謝謝傅瑋送我新知怪 可是太往內就是姿勢不良問題 謝謝阿華的櫻花魚 我覺得我的背跟腰需要練一下 這是所謂的虎背熊腰嗎 跳舞不好看 肩膀先放鬆 再把背挺直 這樣嗎 去找整骨 因為我之前就是把 感覺好像把舞跳好就好 但是我現在看很多 就是上次冰concer看自己彩排影片 然後再加上近期練習舞蹈的時候 看自己練習的影片 覺得好像儀態沒這麼好看嗎 就是雖然是跳對了也跟上了 然後也有自己的律動感 但是就是覺得好像沒有這麼用力 感覺可以再用力一點 然後頓點清楚一點 然後手該伸直 腳該伸直再清楚一點的感覺 感覺 而且我發現我之前跳舞會有點 駝背 就沒那麼好看 所以想要 矯正一下自己的體態 不領治療 整骨不會痛 平衡跳舞頓點超棒 我想讓自己再看起來大力一點 不然在舞台上會很小 會不會只是表面張力不夠讓你覺得不太狗 不知道耶 就是看自己影片的感覺 就覺得好像沒有這麼有power的感覺 那有時候看一些日本前輩的影片 我上網去看他們公演什麼的 就是 雖然蒼野偉辰美前輩也是小小隻的 就是 我見過他本人也是跟我差不多高 但是我每次看到影片都覺得 他跳舞好有力量喔 然後很確實 就在想說是不是我的肌肉阿 或是一些可以再更加強一下 那你覺得誰最有意大 而且加上我本身就矮了 所以更要注意這方面嗎 先提醒自己不要妥備 提升肌勞量 好 還有 希望下次 如果大家在看我表演的話 可以感受到不一樣 雖然可能這要長期一段時間 但就 慢慢 慢慢努力 剛游移感覺蠻像的 真的嗎 雖然我覺得矯正沒有那麼快 就是要 很長 然後很長時間 很有毅力 佳麗家人也很有力 唱歌方面有什麼新的 唱歌我覺得在浴室唱歌很好聽 我每次洗澡的時候都會在浴室唱歌 我覺得那邊唱歌特別好聽 唱歌的話我之前好像是被說那個 鼻子的共鳴太明顯了 可以再下來一點 但是我覺得唱歌這個東西有點抽象嗎 像是 嗯 舞蹈可能 就是看鏡子 然後看影片 然後自己看鏡子自己哪裡跳不好 就是 是一個看得到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唱歌超難的是因為它是很抽象 別人跟你說你的共鳴要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要找到自己 就是要你要自己去找 到底什麼是唱歌嗎 就是 從哪裡發生是正確的 它也不能告訴你 你就用這邊什麼的 就是它會告訴你應該從哪邊發生 然後你也不知道這樣對不對 就是要一直去試試看 今天要唱上哪個咖啡唱的歌嗎 我覺得唱的歌超抽象的 這是什麼共鳴啊 在這邊 這邊 這邊 就是要自己去找 我覺得這超級抽象 發生還是要自己慢慢摸索 而且我好幾次錄音完 都覺得自己聲音太可愛了 所以我近期有唱歌的時候 不要這麼可愛的聲音嗎 我想讓它再各有共鳴一點 不要只是發出聲音唱歌 因為我只有發出聲音唱歌的話 感覺就是聲音會太可愛 很像小孩子 就是沒有辦法傳遞到別人的心裡的感覺 沒有辦法傳很遠的感覺 謝謝雨過天 請送我貓鈴鐺 那是你原本的聲音 因為我沒有很喜歡自己唱歌的聲音 我覺得太可愛了 我比較喜歡那個誰 施雅啊 曉迪的歌聲 比較成熟一點 唱歌還有純甲英雄 但我也蠻喜歡Mina的唱歌 雖然它的聲音一樣是可愛的 但是我覺得它的共鳴比較明顯嗎 比較有辦法傳達到我別人的心裡面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我的聲音比較扁 比較平 我聽自己聲音 覺得啦 就是我覺得我的聲音比較扁比較平 然後比較沒有辦法傳遞到別人的心裡的感覺 我自己聽是這樣的感覺 哈囉易生智你好 雖然我不是非常非常超級專業唱歌的人 就是沒有對這方面非常專業 但是 不知道我自己聽的感覺就是這樣 謝謝自偉哥送我咖啡書 可以更有自信一點 好的 但是我最近心情蠻好的 我發現我好像出來住後 心情好 好蠻多耶 就是不同生活環境 有自己空間的感覺 覺得好像出來住 心情變好蠻多的 考慮和Mina一起cover一首歌 最喜歡唱哪一首歌 很多耶 AKB48的阿 很多都蠻喜歡 精神狀況更好 可能是更有自己空間吧 就是我以前會一直陷在 同一個東西裡面 但是現在就是 嗯就這樣嘛 品涵在MV聲音很好熱 solo一次試試看 哈囉 賢子你好 說到賢子好久沒看到UGA了 UGA是不是你朋友 他最近去哪囉 品涵聲音確實很好的 也是忙就這樣 可是最近比較開心 開闊開闊 UGA最近比較忙 好不好 跟他說加油 幫我跟他說加油 謝謝賈普王的咖啡豆 UGA在上班 謝謝阿蕭送我新之冠 欸我剛剛原本要拿來分享給你們的東西去哪 好遠 閃到他身邊的紫品喊的聲音 謝謝阿蕭送我掌聲鼓 我剛剛會馬上拿 跟雅恩出去拍的大頭貼跟你們分享 但是 不知道去哪了 我要分享大頭貼 欸是不是在那個桌上啊 可以拿一下嗎 可以拿一下嗎 我拿一下 好像在這 我應該不會弄倒東西吧 欸咻 這個大頭貼 我們去西門 在附近拍的 台灣的大頭貼真的是很少耶 比起日本 昨天被WUGA超合食材點安利斯咖啡 這個 真的是好可愛喔 好喜歡大頭貼 這真的拍幾萬張都不會膩耶 就很喜歡 基隆組 是不是可以貼在牆壁上啊 好像會很可愛 如果一面牆都是大頭貼的話 那很可愛吧 而且你們看我的鑰匙 我鑰匙掛了我自己的那個 我自己的吊飾 大家有買這個嗎 平寒少人偶 可以隨時把平寒帶在上面 你們知道我把太空人換掉嗎 因為太空人壞掉了 我太空人壞掉了 基隆春美人 我太空人壞掉了 我把他換成我的這個 好像很自戀 我把我的鑰匙換成這個 不會亮嗎 沒有它是連後面 就是它後面不是有個飛行的那個盒子嗎 然後就是會一直脫落 它會一直脫落 所以我就把他換掉 換成我自己 你看 你的鑰匙怎麼掉在下巴上面 不會撞到啊 不會啊 這裡很方便 出門就可以知道有沒有帶鑰匙 維生背包掉了 對我的外星人 他那個會一直脫落 有點可憐的外星人 他被貼在後面嗎 他怎麼那麼不整齊的盜標 這樣 好 結果完全被我擋住了 我都不敢放容易經過的地方 怕撞到 結果房間都還是沒有貼畫 就懶得去找 懶得找話 謝謝阿華送我香蕉跟鳳梨 而且我住這邊越來越習慣 現在是我來這邊住第三個禮拜 三嗎還是四 忘記了 謝謝阿華的鳳梨 我想一下 應該是 一二三 應該是三吧 假日的時候會過來住 太空了不用外星人 感覺越來越習慣了耶 還蠻開心的 然後越來越有自己房間的感覺 東西齊全了 其實蠻習慣的阿 越來越習慣了 一開始有點不習慣 覺得他們什麼都沒有這樣子 然後不會做飯怎麼辦 但是現在就是慢慢自己開始嘗試一些東西 然後覺得嗯? 其實蠻有趣的阿 還是住久就不會覺得有趣 住久就覺得好久回家了 有媽媽幫我做這樣 但是我蠻喜歡洗碗的耶 就是碗 髒髒油油的便洗乾淨 很開心 已經開始不會做飯 現在都在想明天要 對啊 現在開始很想嘗試要煮什麼吃 但是還在便秘期 今天帶平寒鑰匙春出門 結果下雨 我冰箱還超多水餃的耶 超滿 雖然洗碗 但洗碗 還在甜蜜期 我想說還在便秘期是什麼東西 洗碗 洗碗是我唯一喜歡的家室 因為我之前洗過衣服 洗衣服還好 但晾衣服很麻煩 而且它那個很高 所以我都要一直往上看 就覺得很麻煩 所以我比較喜歡洗碗 水餃我幫你吃啊 鬆煙輸享受 我冰箱超多冷凍水餃 我不想再吃水餃 因為我之前想說我只會煮水餃 所以我就買了很多冷凍水餃 但是吃了兩三個禮拜有點膩了 開始想試一些新東西了 結果還有一堆水餃在冰箱 煮泡麵 手機省之讓你滾困 身高對你太不友善 品安口紅顏色好看 謝謝 這時候盡其愛用口紅 就是那個韓系那一支 上次在基隆的加叉那支是另一個顏色 今天是另一個顏色 幫你吃碗給你喜好貼心嗎 可以 可以喔一三支 南瓜這支是 豬 這支叫什麼 這支是 八號色嗎 忘記喔 八號色之類的 防止脫落或淋濕 超愛吃水餃 我有點膩了想換一些食物 十一跟八號的差別 我最近很喜歡這個耶 就是它很亮亮很滋潤 然後也不算很難塗暈 然後也不會沾牙齒 然後香香的味道 然後又很重點是它 真的是非常便宜 你們看到我的臉了嗎 我都閉眼了 激動都閉眼睛 它真的是非常便宜 很CP值很高的一支口紅 如果是女生的話一定要去買 男生也可以買 十一那個比較亮 這個比較少女感 十一那個比較暗吧 那個顏色比較深 比較暗紅一點 然後這個比較少女的那種 粉嫩粉嫩的 應該是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這支比較粉嫩粉嫩 然後那個南瓜的那個 比較暗紅 比較成熟一點 十一上次看確實比較深 嗯 太好了 我會太豪邁嗎 因為又懶了波 直接拿著來咬 會不會太大一個 都可以比我臉大 好 顏色張插十一 沒有我顏色張是另一隻 很好吃 很好吃耶 它真的不會太乾 它不會太乾 很好吃 謝謝阿花送的鳳梨 品牌又是真的好美 謝謝 品牌阿花的鳳梨 剛才買了那個美式烤雞翅 很好吃 只是好到一盒 還有半盒沒吃完 面試照片很開頭 想吃點什麼了 吃吃吃 應該還早還可以吃 阿花知道我在說什麼雞翅嗎 美式烤雞翅 如果每貼透明膠袋 就會容易褪色或脫落 到時候只剩下人形壓克力 你說這個嗎 全雞覺得好 還好我們沒買全雞 我們原本想說要買全雞 還是雞翅 雞翅蠻好吃的 筷子只有想吃東西的想法 不行 就吃吧 人生就是要吃 不然還要幹嘛 不然活著還要幹嘛 就是要趁活著的時候 好好享受阿 不是放在同個地方嗎 全雞呢 對啊是同個地方 哇 有被攝影師吐槽嗎 沒有耶 全雞吃不完 海麵巧克力好高 那不是我買的 是媽媽買的耶 他說心口味是 我要跟大家講 我今天 嘗試了一個新口味的口香糖 Airways嗎 是可樂口味的 但是味道有點 微妙的感覺 但是沒有都很難吃 就是微妙 吃不習慣 原來就是印象中 可樂應該是甜甜 但是它是有點涼涼 然後 你們知道口香糖 Airways涼涼苦苦 真的有點 好奇怪好奇妙的感覺 要買來吃嗎 可以試試看 可以試試看 好貴喔 怎麼那麼貴 哈囉 吳嘎你好 剛才說到吳嘎 湯巴辣你好 湯巴辣你好 早餐吃這個很可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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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舒服喔 配牛奶配貝果 配新房子 開心 品牌吃弄麵卡 不會啊 它不會乾 那算是濕潤的貝果 嗯 我嘴巴有喝牛奶的痕跡耶 然後把它吃完 這杯子很雀腸嗎 這是跟室友姐姐一起買 他買深藍色 我買紅色 我們在宜德利家具買的很便宜 好像幾十塊而已 不覺得很有質感嗎 我真的沒有喝牛奶的痕跡耶 湯你好 我決定我明天早餐要煎薯片來吃 希望我起得來 明天好早 希望我起得來 希望我起得來 晚上好 今天不要太不睡 我明天要去買秘書 我明天要去買秘書 進了 我等秘書 儘快用完 這件事情有點多 好怕忘記事情 我每次在跟你們講話的同時 或是 洗澡的時候 都會一邊想 我到底有什麼事沒做 或是 但是我在做一件事的時候 我都會 腦中在思考 我到底有什麼事沒做 我現在帶日拋的營養 因為月拋有點不舒服 所以我都不帶月拋了 我現在改買日拋 所以你有什麼事還沒做 這個就不方便多說了 一些工作上的事 不方便多說了 就很怕會忘記啊 平安吐槽很好吃 謝謝 這是貝果 藍莓貝果 謝謝北極新的咖啡豆 最後一口 吃完了 牛奶也差不多要喝完 超好耶 佩儀有直播剛剛好 這家咖啡廳你們點了什麼 對啊 今天好像在咖啡廳 我在吃這個 然後又配著音樂 超像咖啡廳 薛女豪 你還有帶過腿孔放大嗎 有 沿醬 你的嘴巴好多喝牛奶的很久 謝謝奶奶送我上舊 謝謝欣禎送我香蕉 謝謝欣禎送我咖啡豆 謝謝欣禎送我香蕉 謝謝欣禎送我咖啡豆 謝謝欣禎送我咖啡豆 好,那牛奶的痕跡喔 好像小孩子喔,那麼慢喔 我剛剛吃完嘴巴白白的 好丟臉喔 好,那牛奶很難不沾到耶 應該沾著好遠,算了 小嬰兒兔奶也是這樣嗎 你跟麵麵點香蕉鬆餅 我們不是點香蕉鬆餅喔 我們是點什麼布朗尼鬆餅喔 但是有點甜喔 麵麵好像吃了一個三明治 麵麵好像是點一個三明治的餐 需要人幫你清嗎 怎麼有點母湯的話啊,聽起來 一直講話我注意嘴巴 我可以就拿一個衛生紙嗎 可是好遠 我拿不到喔 算了 鬆餅上面放撲克牌,讓人驚訝 我拿不到,算了 我現在都要下播了 嗯哼 牛奶很好喝,等一下想再喝一杯 雖然我現在蠻飽的 對,今天到九點喔 撲克牌是能吃的嗎 還是真的撲克牌是不能吃的啦 是紙 天安操琳呆特別明顯 是嗎?沒有吧 你亂說 小肚肚聲音 肚子吐吐 等等還有番茄,睡前還有番茄 等一下可以先去休息看個電視 玩點卸妝洗澡 睡前吃個番茄 謝謝 阿華送我真情告白 謝謝金佑的咖啡師 喝牛奶是為了要再長高嗎 應該長不高了吧 應該長不高了吧 品牌好像喝那麼多牛奶也OK喔 哈囉,華華你好 杏婷你好 國術你好 德婷你好 謝謝楊潔的真情告白 不是你的話就是個完美增胖作息 就要想要稍微吃多一點 心智還可以大升高 我們海事鎖鎖就好 你真的是讓我很看清現實耶 我不喜歡這麼太誠實了 太誠實了 因為一直臭零宅 我每次都會被模仿很呆的臭零宅 我不開心,我沒有釀 才沒有釀 品牌都在上課嗎?對 謝謝阿華的眼睛驗障妝 今天品牌不一樣嗎 是不是口紅變淡了 因為我剛剛吃的東西又喝了牛奶 是不是口紅變淡 所以不太像我 先寫了 復活的咖啡師 不能長高可以變狂 很Chill,嘴唇淡妝 對啊,我嘴唇是淡妝耶 我要練習漸漸沒有這麼濃妝在你們面前 免得到時候素顏大家嚇到 剛下班準備回公司 樺樺加油 上班加油 我150幾公分 再高平坦就會離開 Bill Flower的小製作 沒錯 小娃,我今天一開始有塗口紅 只是後來吃掉了 是不是要補一下 越來越上黃念書 品牌越來越萌了 品牌素顏沒有解鎖 對,素顏還是有解鎖 太難看了 今天看起來很淡妝還是很好看 因為在口紅嘛 你們看口紅還有差多少 口紅差很多 還說以後不塗口紅直接上陣直播 我趕快接到姊姊的電話 我趕快接到姊姊的電話 我趕快素顏上鏡頭 謝謝阿豪的掌聲鼓勵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離子夾 非常好用 沒有業配 只是介紹一下 這隻很好用 牌子是這個 SALONIA嗎 SALONIA 對,後面是新扇子 海淮你有看到嗎 這是我們個人的應援扇喔 可以到官方網站的商城去看看 請 請收集品牌扇扇 謝謝富偉的LOVE 買了買了 很棒 淡妝直播 期待品牌未來的 GRME影片 G-RMW是什麼阿 我現在真的很像 真是沒塗口紅耶 好赤裸喔 天阿 好赤裸 很好用的離子夾 這隻是我目前找到最好用的離子夾 所以它不會靜電 這邊不會靜電 然後這邊又是有弧度可以夾彎 而且它加熱很快 謝謝醫生就說我LOVE 好像可以睡覺了 吃飽可以睡了 等一下再去吃個雞翅好了 我怎麼一直在吃 吃個雞翅喝個牛奶 煎個薯餅 甲素圓的高端化妝 有的曼全色也很好看 可是有時候 畫全妝 然後不擦口紅的話 會超速耶 很像神病 就是因為旁邊都有妝 然後這邊每一妝都會特別明顯 雞翅來三個現實 不知道我今天現實很可愛嗎 花莉鼠 花莉鼠超可愛 GET READY WITH ME 我知道這個 GET READY WITH ME 就是素顏 然後從沒有到畫完之後 要出門的樣子 對不對 GET READY WITH ME 我有在看Youtube喔 知道這個 雞翅嗎 等等宵夜也來買個 我今天去了Costco 買了雞翅來吃 GET READY WITH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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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後想試試看那個耶 就是 What is in my 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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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嘴巴裡有什麼 不是嘴巴裡有什麼 不是嘴巴裡有什麼 我看到你寫我的嘴唇白白的 不是我的嘴巴裡有什麼 是我的包包裡有什麼 笑導 我的包包裡有什麼 不是嘴巴 不是嘴巴 我的嘴巴裡是會有什麼 我的包包裡有什麼 說錯了 好丟臉喔 天家娃娃是我的心之怪 好丟臉喔 我的嘴巴裡還有什麼 嘴巴張開 手創嘴巴裡有什麼 誰會拍一集 What is in my mouth 我的嘴巴裡有什麼 好丟臉喔 忘記忘記 好丟臉喔 好丟臉喔 這個丟臉好可愛 不是嘴巴有什麼 是包包有什麼 好丟臉喔 看平函有沒有要注意啊 太有趣了 剛剛的貝工嗎 謝謝淵紅的咖啡豆 謝謝淵紅 阿華的眼睛葉當中 明天有卡在牙縫的薯餅 謝謝阿華送我鳳梨還有草莓 謝謝阿華 差點謝謝鳳梨了 可惡 還好有個枕頭遮瑟 好丟臉喔 謝謝鳳梨 差點謝謝鳳梨 謝謝富偉的蝦蕉 謝謝 鳳梨好吃可以啦 哈囉 艾文你好 好 吉川你好 這幾天雨都下超大的耶 大家要記得帶傘出門喔 基隆雨下超級霹靂大 超大 那我們期待一下平函嘴巴裡有什麼系列 你今天要唱嗎 少女咖啡餅 我可以輕唱個兩句 不對是包包裡有什麼 我可以唱兩句阿 天空是參圓斷壁的模樣 大地上死亡的氣息瀰漫 我把最後一口子打草莉上了頭 很帥耶這首歌 謝謝萬丈光芒的鋼管 我把送了我人氣卡 上了頭 上了頭 來了守護住我們的信仰 大地上 像鋼鐵一樣充滿力量 記憶中陪伴著你能寫過我 咖啡杯杯的月香 想聽日文部分 想聽日文那段 好 哈囉柳辰 謝謝柳辰送我咖啡豆 謝謝柳辰 怎麼樣喜歡這首歌嗎 喜歡嗎 不好意思啊 謝謝金幽的掌聲鼓勵 因為這首歌詞學會了兩個日文詞 謝謝富惡的藍色映原放 怎麼樣 是不是很好聽 我也覺得很好聽 他是請國外的專業樂手來幫我們配樂 就是製作這首歌,覺得很厲害的專業 謝謝阿華的真情告白 平函日文是國三的時候 應該是高中啦,高中的時候是 謝謝Jimmy的藍色應援棒 歌詞也讚讚 這首真的是神曲 大家記得喔,要常上去聽喔 然後要去幫平函投票下載遊戲玩起來 我現在每天都會登錄耶 為了給自己投票無票 我每天都有登錄喔 大家也要記得去投票 想分解誰唱哪段只聽得出平函 現在快三萬五了 麻煩大家幫我投票了 感恩雖然我知道競爭激烈 大家都很熟 那我們就一起努力好不好 謝謝幫我投票大家 唉 多註冊幾個 今天妝比較淡 應該是口紅比較淡 被吃掉了 所以感覺妝比較淡吧 品行也會自己投票的 一定要的阿 我今天是口紅吧 口紅被吃掉了 怎麼辦我說要戴口罩直播啊 大家只在關注我的妝很淡 害我很害羞耶 但我也差不多要結束了啦 感覺可以來練個排名了 努力戰有希望一起加油好嗎 去幫我投票喔 食物俠 還有 我們的心善善 業配一下 戴口罩丁聯金 謝謝花團送我 人氣 我酸了 那我來念一下排名喔 好好可以跟我講 上次的漏掉的名單 因為上次好像卡住 就是有幾個沒給到獎勵吧 可以跟我說一下 那我先念個排名 第十名 班尾第九 小異第八 鋼鐵韓粉 第七 內內 第六楊潔第五 字尾高 第四 看我沒看過 卡了卡了卡了嗎 真的假的啦 卡了嗎 沒有吧 不要亂說 現在呢 現在呢 這一次 我沒有看過 現在呢 我沒有看過 你 我沒有看過 它 的時候 這種 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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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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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